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 这个是自己家里养的 这边现在价格的话 品相好一点的50 差一点的30 煎几个大一点的 用它来烧一盘 这么多差不多就够了 放一点水在里面 这个龙虾其实还是蛮干净的 我们买的时候要看一下 肚子上面如果有黑硬的话 最好不要买 用刷子将它的软组织部位 使劲地刷一下 龙虾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 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 但是小龙虾生存的环境 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一定要清洗干净 刷好之后再用清水浸泡半个小时 让它吐干净嘴里的泥沙 然后再给它清理一下 将尾部最中间的一节 拉一下这样虾线就拉出来了 再将它的虾角给剪掉 将虾头给去掉 然后里面的这个黑膜一定要抠掉 还有一点小龙虾一定要吃活的 死掉了就不能吃了 然后用清水将它冲洗一下 再给它控干水分 然后我们再来准备一点配料 大蒜多拍一点 然后去皮 再准备一点生姜 切成薄片 再准备一点香料 香叶 桂皮 八角 小茴香 花椒 干辣椒 用剪刀 将干辣椒给剪成小段 这样更加的入味 将锅里多放一点油 由烧至冒烟再下入香料 翻炒一下将它炒出香味 再下入生姜和大蒜 也给它翻炒一下 满屋飘香的时候 再下入小龙虾 大火翻炒 炒至小龙虾刚刚一变色 再往里面调料酒 胡椒粉 来一点鸡精 来一点食盐 再加入一点生抽 加入一大勺的香醋 再加一点白糖 加入半罐的啤酒 大概150毫升左右 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来煮 煮大概10分钟左右 时间不要太短 因为里面常有寄生虫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再大火翻炒一下 最后淋上一点香油 翻炒均匀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好的小龙虾 香味浓郁 满屋都飘香 光看颜色就非常的有食欲 最后将锅底的汤汁给淋上去 撒上一点葱花 美味鸡层 喜欢吃小龙虾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像这种做法 真的是比外面大排档的 还要好吃哦 香 辣 入味 这么一大碗 一个人都能消灭掉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鱼 拜拜 感谢大家的观看 好好的 我有一些观看 比外来的观看